今天我们这集要跟大家聊什么呢 哪感觉是升温了吗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 美国跟菲律宾的肩并肩 军演的就是巴黎卡塔姆这样一个演习 今年又决定在菲律宾进行了 过去其实大家看这个肩并肩的演习 它整个从开始进行 一直到现在来讲 它其实经过了非常长时间的变化 而且它的演习的着重科目 跟演习的目标 其实一直在改变 早些年的肩并肩操演 当时其实中国大陆 当然在南海的地区 基本上它的势力 还没有这么大的时候 那个时候肩并肩的演习 比较着眼在什么地方呢 比较着眼在菲律宾内部的问题 也就是你看 他们经常在做的这个科目 是27号登陆 而且它的两期登陆的目标是什么呢 其实不言可遇 反恐是很重要的东西 因为其实菲律宾很大 岛屿很多 而且菲律宾政府真正能有效控制的岛屿 大概就只有吕宋岛而已啦 那当然巴拉旺岛也可以 那南边的第二大岛 明达纳俄 其实上面就有很多分离主义分子 甚至于是包含伊斯兰的 尼端的恐怖分子 或者说是民兵 其实过去美军教育 这些菲律宾的部队 去应付在明达纳俄岛上 这些分离主义伊斯兰教的 尼端的民兵团体 但是这几年你会发现 风向变流 由于中国大陆在南海之中的这些岛礁 逐渐的化雕为岛 化小岛为大岛 然后小岛要塞化 大岛基地化 甚至于还机场化以后 这个时候 其实中国大陆在南海的立足点 也就越来越稳了 它对美国在南海的自由航行圈 不断的提出挑战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几年肩并肩的演习 规模越来越大 以往过去大概就是美军 第31海陆远征军 跟美军在佐世保的第11 两栖战队 他们会派两栖船无登陆舰 或者两栖船无运输舰 过来干嘛 跟菲律宾的军方 搞一搞海空三栖联合登陆 然后如何进行这样一个反恐 或者是我们讲到 这个绥靖作战 到现在航空母舰来了 战机也来了 干嘛 也就是要演练 如果万一中国大陆 跟菲律宾之间 发生了真正的军事冲突 那这个时候 美国要如何的协助 菲律宾对中国大陆 进行这样一个反制 因为美国跟菲律宾之间 还有一个美菲共同防御 类似这样一个奥约战 也就是 今天谁打了菲律宾 就等于谁打了美国 那但是如果说 今天对于弱弱的菲菲 那美国如果从来都没有 跟她做任何的 这样一个军事演习 那真的等到 这个对菲律宾 由外而内的这样一个军事 这个挑战跟冲突来的时候 如果菲律宾三下两下 就被人家打 趴在地上 等到美国人还没来嘞 那这个时候行吗 不行 所以美国就在这几年 肩并肩系列演习之后 也就它越来越走向 就是针对大国在区域中的 这样一个挑战 而进行操演 我刚刚讲 原先它的目标 可能是 明达纳俄的分离分子 到现在变成 针对像中国大陆的 海空军力的这样一个 挑战跟变化 而且其实 肩并肩的这个演习之中 又还有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两岸之间的 这样一个局势变化 也让美国在肩并肩演习之中 开始调整一些重要的科目 为什么呢 因为很诚实的说 台湾跟美国之间 并没有任何正式的外交关系 所以中华民国的国军 跟美军 其实没有办法 在周边场域 进行类似像 美非联合军事演习 但如果万一 有一天 中国大陆跟台湾 从摩擦 变成真正的军事冲突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美国要怎么办 你不能美国一直张张的说 我会进来 我一定会进来 我真的会进来 但是我怎么进来 你总是要先做给大家看一看吧 这时候当然他由于我刚刚也讲到 两岸之间在美国 形成一个非常特别的 这样一个三角关系的情况下 台湾跟美国之间 并没有正式的邦交的关系 所以美军其实没有办法 直接的进驻到台湾 或者美军没有办法跟台湾国军 进行联合作战演习 很重要哦 联合军事演习 其实在双方的军事架构下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他不仅仅显示的 就是双方是处于一个正式的 一个盟友的这样的状态 另外也很重要的就是说 彼此的接战程序 跟接战作为 对方能够理解 我们经常要利用这样的军事演练 第一你才能够知道 你的友军 如果是跨国的这种友军的话 他们的作战接战程序 甚至于通讯程序是怎么样 你要透过联合军事演习 你才能够知道 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讲过 这个环太演习中 我亲自碰过的状况 真的飞个直升机在海上 你要找这个盟邦的军舰都找不到 你如果没有这样经常演练的话 这种事情其实会很常发生的 那这个时候 既然美军跟台湾没有办法做 所以美军跟菲律宾的演习 其实对于中国大陆的南部战区来说 更有这个相装武舰 自在配攻的这个意思 那好 那今年的这个特点 你可以看到美军 他其实动用的这个人数 可以说相当的多 他这次包含了一个航空母舰 打击群在附近 也就是罗斯福号打击群 那另外呢 美利尖号两栖攻击舰 其实这次也参加了 这次的这个肩并肩的这样的演戏 所以说以美军来讲 他几乎是用一个航舰打击群 加上一个两栖 这个战斗群 直接介入了这次的这个演戏 所以他这次的演戏之中呢 会有非常多的 这种攻防演练 也就是说 这个美军跟菲律宾的这个部队 他们也会模拟进行的 这个海空联合登陆 这个时候其实 有时候我们看到 他不见得就是说 在军事演戏里面 你担任蓝军的就永远担任蓝军 担任蓝军的就永远担任蓝军 他们会因为彼此间 在科目上的不同 而有这样一个角色的变换 也就是说 同样是以一个 美利坚号上面的这个两栖 战斗群的这些美军来说 他们其实 同样的一部分的部队 可以去扮演蓝军 一部分的部队 也可以扮演蓝军 而且是很重要的这个部分呢 他其实这次选定 例如说像台湾南部 菲律宾北部 在巴士海峡附近的巴丹岛 会进行这样一个夺岛的 这样一个演练 为什么 因为其实这个巴丹岛在地理位置上 如果未来两岸之间发生冲突 中国大陆南海舰队 要能够进到菲律宾海的话 对不对 巴士海峡是最重要的一个水道 而巴士海峡中的这个巴丹岛 如果美军在这边部署 这个重兵 譬如说不管是将他的港府 升级成为让美军的这个 驱逐舰等等靠拨 为什么呢 因为美军的这个军舰 在海上战斗的时候 射光了舰上所有的 比如说防空飞弹 或是战斧巡异飞弹 或甚至返舰火箭等等 这个时候 他的船势必必须要退出战场 能够找到一个像港口这样的地方 炮港 然后才能够把这些 舰上的这些垂直发射器里面的 这些弹药再重新装填 因为过去美军曾经认为 这个作业可以在海上进行 所以你看 比较早期的神盾舰 不管是美军的提抗罗家 或是神盾的 Fly-1的这些 驱逐舰的发射组 他前面呢 他只有29管 为什么 中间它是一个32管的空间 但是有三管 他拿去装起重机吊背 他打开之后是一个伸缩式的 这样一个起重机 可以拿来再装填 那同样 后面原本是有64管的空间 但是也只有61管 那为什么呢 也是有三管拿去做这个吊臂 但是从Fly-2以后呢 就通常取消了 因为美军发现 他海上要装弹 根本是没可能的事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那装弹就一定要在港口 那在港口 你在区域之中 你就一定要有足够的这种大港口 才能够让美军的驱逐舰靠拨 因为各位不要开玩笑 美军的驱逐舰吃水很深的 因为他前面装了一个非常大 专门来抓前舰的这样一个 中低频 深大的这样的鹰骨 所以你看美军的驱逐舰 如果你他进到干屋 把水抽干以后 你会发现他前面 那个船手下方 那个下巴超大 所以因此 你要有足够深的这样一个港口 像在台湾 能够停的这种 美军的这个伯克级驱逐舰的港口 也不多 就高雄港的这个第二码头 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 这个海市场 这样一个码头 另外再来就是苏澳港 还有基隆港的部分码头可以停 其实你要能够停 这种美军军舰的这种 港口的这个条件 是非常严苛的 所以美军未来也选定了 在巴丹岛作为这个驱逐舰的 一个重要的 再装填的这样一个基地 所以 那如果万一巴丹岛被人家 这个摸去了怎么办呢 所以美军跟菲律宾的这个部队 就要在巴丹岛 进行这样的一个攻防的演练 也就是菲律宾的这个陆战队 担任攻防 那也由部分的菲律宾的陆军 然后双方进行一个这个夺岛演练 而且这个夺岛演练 他这一次不仅仅就在巴丹岛进行 他也会在巴拉旺岛进行 巴拉旺河地也 我们看到如果说今天 各位在这个面前呈现一部 这个菲律宾的地图吧 李宋在这边 其实靠菲律宾海 这边的岛屿比较爽 有一个长条形的 往左下方出去的这个岛 这个就是巴拉旺 这个巴拉旺可以说是 菲律宾群岛跟南海之间的一个重要桥梁 那过去其实在日本 很早东南亚期间 巴拉旺也是日本的联合舰队 一个重要基地 那当然美军也会利用巴拉旺岛的 这些深水粮港 作于美军的这个基地所使用 但也因为我们刚刚讲的 巴拉旺港在这个区域中 这么的重要 那对于这个攻击军 也就是共军来说的话 他当然也会认知到巴拉旺岛的 跟巴拉旺港的这样一个重要性 如果一旦这个军事冲突发生以后 这个时候巴拉旺 就会变成双方的兵家必争之地 共军不见得真的要夺取它 但一定会设法摧毁它 那同样的美非联军 绝对是要防守它 而且要避免共军的这样一个摧毁 其实相对来说才是 未来在如何能够有效的协助 菲律宾固守住菲律宾的领土 甚至于进而协助台湾 在这个周边的这个军事行动之中 能够得到直接来自于美方的 这样一个协助 大家也不要觉得南海 是一个风平浪静 水波不星的这样一个感觉 其实它有不少台风 也就是台风 很少菲律宾以后 杀进南海以后 也会给南海地区 带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天气 或气候上的这样一个变化 例如像我们中华民国 包含像这个敦迁沙洲 农业岛 过去其实也都是 中华民国的这个领土 那结果就是因为躲个台风 就有些岛屿 要么就被菲律宾给摸走了 要么就被当年的南越政府 给摸走了 所以其实中华民国 在南海的政办 其实是要向这些国家 正式提出抗议 而且应该要他们把之前 窃占我国的岛屿 要还回来才是 这个节目做到今天 居然也有一点小小的成绩 上一期的节目里面 有一位黄武勋 为我们抖内了330块 感谢你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谢谢 也希望各位观众朋友 能够跟我们这位黄先生 看齐能够在能力索节范围之内 多多给我们抖内 谢谢大家 另外我们的iSmart 十下午的军武大官 为了要能够更大的服务 我们的观众朋友 我们在LINE社区里面 也成立了一个iSmart 十下午的军武大官 你加入我们这个群组以后 就可以得到军事的第一手的资讯分析 也谢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 订阅按赞分享 开小铃铛 谢谢大家